大家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子彤 我這個環節,請你Arnold TodekArnold,你好 我是子彤,你好 先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候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把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f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我們都是准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一看港股最新走勢 行指站升228點 26561點 國企指數升81點 10597點 大市成交505億多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可以做好 戶心300指數現在升大約是百分之一 升37點 3174點 上證中指方面 升大約是百分之0.8 升大約是百分之二十點 2595點 又問一下Arno後市 昨日你也說過市 如果彈到兩萬七 這些水平是第一步 現在其實真的差四百多點 今天也挺厲害 升大約二百多點上去 現在大家都看著集合會的情況 後市 如果再去做一些好倉的部署 會不會相對上已經是比較進取 或者風險已經高了 你一定這樣 始終你越升越追 一定是說風險一定是越來越大的 但是始終在說 短線投機炒作是會看上的 因為始終在說 這段時間特別都預料了 在一個低成交的情況下 持續上升 經常都在說 五十天線都守得住 即是二萬六千二這些位置 守得住 其實繼續升真的不出奇 推升到去到二萬六千九 甚至看到二萬七樓上 都有機會 甚至如果你說在G20峰會上面 最終是反而釋放一些利好消息 包括一些停戰協議等等 你說夾到上去二萬八都有可能 但是這一刻不會建議大家這樣看著 現在純粹是一個部署的大前提 就純粹在G20峰會前 繼續夾淡倉 就算一直看得比較淡的一些股份 好像騰訊 一直都說維持都是看淡的看法 但是短期後事實際上 真的有機會繼續夾 今天也看到繼續夾緊 所以 部署策略上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你說一些新經濟股 仍然是建議繼續逢高減設 如果之前好像跟著的策略 沽了貨 口高一點 再沽了另外一半 都是分注沽出 或者是分注買入等等 其實你始終說這一刻的市房 絕對不會建議全入 或者一次過做一些很大手的補助 始終說政策風險 或者一些政策變動等等 可以隨時令到整個市房180度改變 你說近期反彈之前都提及到 主要原因是聯儲局加息步法 逐漸地預料減慢 加息期去到尾聲 包括近期聯儲局官員的言論上面 都說中性利率水平 去到大致上 現在聯儲局的利率目標 去到大致上中性利率水平 主要都是這樣說 但是你又反過來 如果短期來說 例如像近期的 Thanksgiving 的銷售數據那麼強 你今天又看到美國的銷售數據 仍然是非常刺激的話 例如大安報告 有些人猜測可能會再加多四次息等等 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一些利好因素 又可以趨勢 又變回淡 所以好看一些政策官員等等 政策官員的言論上面 我想短期後市 只會建議順著個細看 而看回圖表形態上面 始終很多股份證據來說 是成功捉了一個底部 甚至形成一些頭肩底 或者雙底形態在那裡 短線會繼續向上望 但是你看回這段 始終市況的成交方面 都仍然是弱 代表什麼就是 始終是隨時有機會掉頭向下 所以暫時說 我只會建議大家 在這裏接近兩萬七左右 這些位置 好啊 現在市場繼續做好 除了說市場之外 都說說個別的股份 或者板塊 先說中延器 昨天都出了個中期業績 那麥順利 按年升到大約是兩成四 收入升大約是三成八 毛利升大約是一成九左右 如果看業績後 股價的表現 似乎市場都好像一般 那麥順利 是否覺得它之後的預期 即是接下來發展的預期 有問題 還是出了一些業績上面 一些數據上市 因為看到中國燃氣 都跌了成半成下來 你怎麽看它的份業績 可不可以說 其實中國燃氣 我覺得這份業績 其實不是跟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有個跡象就是 增長放緩 勢頭是十分明顯的 第一方面 就算內地鼓勵天然氣的 整體施用量等等 未來都不會再 好像過往有一個 那麽高的爆發性增長 主要是一些技術效應 未來中延器 我相信大部份燃氣公司 都是要努力去擴展它們的版圖 但是第一方面 未來接駁費用有機會下降 第二方面就是 始終未來擴散到的 是一些再落後一點的城市 整體燃天然氣的價 或者整體利潤率上面 一定會這樣高 大家會見到第一個亮點就是 燃氣板塊未來整體利潤水平 是會下降 但問題是 這又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因素 我覺得未必 因為其實你看回政策上面 幾乎應該是猜到的 所以我覺得不會說 今次的業績見到出來會發現 未來未來利潤下降 所以要股頭 我又不會抱過這樣的態度 但是有些問題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直以來市場對燃氣股的股值看法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大家覺得 各項來講 天然氣股 是政策裡面扶持的重點板塊 未來大家預料它有一個高增長勢頭 所以股值往往是被得較為偏高的 但是現時的業績出來之後 中燃氣 其實股值應該會向下收掉 因為大家開始見到 未必會有增長實體 是一直在 我覺得未來一個關鍵因素 對於燃氣股 就是看看未來會不會 可以加高排斥水平 其實燃氣股都是一些公共行業 之前有一個問題 增長放緩就是未來的滲透率 不會再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是會上升的 但是不會再有之前上升的速度那麼快 但是其實你與此同時會見到 其實你說如果未來的滲透率 不需要再加速地上升的話 其實他們的資本開支 未來來說是有機會 不需要那麼大 從而可以有條件去調高排息比率 所以你說現階段這一刻 中燃氣股息率 可能你說很多燃氣股 不會說是很高息的 因為預料他們都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速度 但是未來會不會出現一個變化 就是會回復一些公用股性質 以一個穩定派息 或者穩定增長的勢頭來說 就有這個可能性在 其實經過今天跌下來之後 股值又不算貴得很厲害 因為預測性率都是二十多倍左右 對比一般的公用股來說 都是大致上這些水平 最大的落差分別就是始終的股息問題 所以我覺得後市對於燃氣股 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看看派息水平 能不能夠去提高 這個會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但是當然要提高排息水平這些關鍵的因素 見到的跡象 你要看業績 剛剛才出到利益 即是說半年內 都不會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短線來說 我想股值會向下收調 機會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調整到什麼位置 要做夠 其實很老實我覺得 就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調整空間在這裡 其實這一刻的預測市盈率都是二十一二倍左右 未來是會增長防活 但我又看不到有個特別的跡象 有機會出現倒退等等 所以我想天然氣板塊 這一刻最大的風險因素就是 未來傳統冬季 會不會出現氣況這些問題 這就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若果一旦出現氣況的話 我想很老實 很多板塊 甚至試試今年的低位 三八四落到二十元這些水平 不出奇的 所以這一刻我覺得 如果這些位置還拿著貨的話 我會建議留意一條中短期的上升軌 你說如果不跌穿這條的上升軌 這一刻還有條件拿著 今天都試過試到的 但是沒有跌穿 所以這一刻會建議維持持油策略 繼續拿著 我覺得這類型股份 都還有少少防守性在 但是假設 如果股價都穿為二十五元這些水平 我就會建議走掉它 始終我自己的看法一直都在說 出現氣況的機會是相對比較大 這個板塊一向都是建議小心的 你說到氣況 他們管理層似乎比較樂觀 又說今年冬季未必會出現這個情況 但是都是要繼續拭目以待 看看會不會真的出現這個情況 還有其實之前也有家庭觀眾 打電話上來 都是問一隻鐘燃器 他那時候就問二十年前 應該走了去嗎 有錢賺錢 那時候Jason也有提議過 如果不想博業職 就先走了 之後再放低買 不知道各位家庭觀眾 是不是有聽到這個策略 如果現在還拿著 都可以保持著看著二十五元這個位 除了鐘燃器 都有些業職股可以再跟進一下 就是翠華 其實這兩天都出了大家樂大快活 都是一些餐飲股 翠華雖然做法跟大家樂大快活很不同 但是如果看翠華那份業績 它純利都跌成差不多七成下來 收益按年減少大約百分之一 香港市場收益跌差不多半成 內地市場收益都是升低百分之七點一 公司就歸咎於 人民幣貶值 以及消費者的購買力疲弱 所以業績受到影響 你又覺得先說 它的大數是否表現得比較差 以及它這個說法成不成立 其實在說翠華的業績 一個最大的亮點 其實你會看到收入增長 是非常之批約 甚至除了內地業務以外 大部分的地區業務上面 都是出現倒退 而且倒退的幅度都幾明顯 譬如香港業務 接近五個百分之的倒退 內地業務就算有增長 都是七個百分之 增長放緩的勢頭 都是十分之明顯的 翠華和之前公佈業績的大家樂大方 會有些少不同 大家都在說這間公司 雖然大家業務是相似 但是翠華是處於一個增長階段 大家預料它會繼續 不斷擴大整體版圖 整體的不同網絡上面 預料的增長空間 會相對比較大的 不會覺得它是一種平穩的股份 但是我想你看回這次來說 其實你看回店舖上面 仍然是有一個擴張速度在 但最大問題就是當店舖 譬如你看回香港為例 去年由31間 去到今年36間 其實你說整體店舖 如果計算百分之計 多了差不多接近一成半以上 但是你說店舖多了 但是問題是整體的收入下降 帶來有什麼問題 一定是說成本方面 上升壓力十分之大 所以導致整體延然 公司的股東應佔入利 跌了七成又多 但是問題就是 一般的餐廳的回本期 其實會相對地比較長 往往是說一些 可能是非常熱門要排隊 或者翻桌數目非常高 好像以前的翠華餐廳那樣 這類型的餐廳才可以很快速回本 所以實際上公司 好像看翠華的業績上面 開了很多新型翠華意外品牌 包括一些日本食品等等 其實你又說看出了之後 知名度又不是十分之高 所以在業績上面幾乎是預算了 但是你自己的看法 我其實都看得深失的 因為最大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回本 甚至說 人工成本上升這些因素 其實大家都在說這個問題 除非都同樣地 會面對著這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幾乎可以看到 就是未來的盈利空間 就真的不大 最大問題就是在說股值上面 這一刻很多時候看股份 真的在說 特別現家段市況 不只是集中看基本因素 你要看回現家段公司的股值 以及公司業務的發展狀況 以現家段趣話 其實雖然看過去歷史市盈率 可能是十多倍PE左右 終極息了就是六厘左右 但你問題是 今次份業績見到出來就是 盈利會有個倒退跡象 倒退七成 其實你說預測市盈率 都十六十七倍 是比大家有大部分便宜的 但是問題就是 倒退的情況有機會癡足 所以這一刻不會覺得 因為這個水平特別便宜 甚至最大關注就是 最終全年的排息水平會不會下降 會不會因為要開這些新餐廳 導致不能夠為止去高排息水平 機會率也是十分之大 所以我想 翠華今次份業績出來之後 我自己看法會相對比較甚深 如果按前景來看 這一隻股份 是否都是 接下來份業績 都不看它有太大的改善 因為成本有一定升 大陸的經濟又不知道怎樣 雖然翠華是叫做茶餐廳 但它的定價都比較貴 其實的確沒錯 其實你說定價貴又不是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就是定價貴的茶餐廳 你看到其實市場又不是十分之受歡迎 你說說之前翠華一個最好景的時間 都是說可能很大量自由行 等等 但其實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近期來說自由行的消費模式 主要都是主要集中買一些內用品 消費金為主 真是說一些有消費力 可能是來幫襯的客戶 其實是明顯地消販很多 所以業務上面都沒有太大的衝勁 內地業務可能還有機會擴充半導 公司也有說到 未來未來會繼續加大整體的分店網絡 整體的店舖數目仍然會增加 但問題就是 這個反而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為甚麼看得比較審慎 一個原因就是你看到中期的股息 其實息率已經減了一半 去到一線左右 所以未來來說 其實翠華很大機會 維持不到6厘以上的排息水平 如果當作減半 未來這間公司的股息率都是3厘左右 你說真的不吸引 股價還會向下手挑的機會 仍然會相對地比較大 最重要就是 股價 今天都試過偷布炒得上來 現家斷餅很明顯是屬於炒不起的跡象在 甚至會不會來未來 近期都見到很多時候出完業績之後 第二天才散貨等等 都有這個情況在 所以說如果這一刻還有貨的話 這些水平我覺得可以趁市房補成交的時候 反而去減遲 如果要選擇一些要派息的股份 似乎都不會選翠華 而且見到他成交 成交金額都不是很大 成交也是偏低一點 大家繼續要看一看 有貨繼續看著翠華的情況 現在可以考慮一下再減遲 又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提問 時間差不多了 先回答了700 有些朋友問700 很強勢的股價 可以看到多少 想短線做一些部署 提升的部署 其實提升 沒問題的 你是短線做提升部署 始終在圖表形態上面 之前說很多股份都在抓底部 你看騰訊的股價都同樣是 突破到308元的項線位 整個一個箱底形態 或者頭肩底形態 看看你怎麼畫 都明顯地形成了 量度升幅去計算 最樂觀的 可以看到350元這些水平 所以短線看上的話 投機部署沒有問題 你是說短線炒作的話 上落的話 的確是看上 但是會建議以300元做止撤位 如果下300元樓下的話 隨時反彈過口 這些市況可以很快180度轉勢 人不穿300元 這些位置追入 固然是可以繼續向上摩 但是看的 最樂觀的 都是看到340元 350元這些位置 我願意遷就它 始終騰訊整體的看法上面是淡 不過你說這些是中線看法 短線也好看市場氣氛 這一刻市場氣氛的確 不算太差 所以順著小短線向上炒 應該都沒問題 好啊 騰訊是短線部署 大家要留意 現在都升大約是2.6% 311.8 今天個位312.2 穿了300元之後 似乎走勢都比較凌厲 今天一夜 暫時來說 都升了8元上來 另外 有一位朋友問港交所 港交所這隻股份 近期市場成交那麼淡靜 但他都跟市場緊貼回走勢 但這位朋友260元樓上是有貨的 可不可以趁著年尾這一股反彈 去回這些位置呢 似乎慢一點 我又覺得要望到260元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我覺得就不要抱這樣的期望 短線之前都在說指數 都是夾到上2萬7 甚至在低成交狀況下 港交所是比較難炒氣的 除非真是見到譬如是G20峰會 真是釋放一些利好消息出來 到時候是有機會上到接近250元 可能去到255元這些水平去減設是OK的 那這一刻那部註冊上面 正如同之前所說 大市都是提升 港交所這些股份 都會研究炸主的 那你看到圖表形態上面 甚至有條比較急的短期上升軌 好像都受得住 那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的確是有條件研究炸主的 但就要留意這條上升軌 和這個上升三角形態 你可見到是非常明顯 短期來說應該會有突破跡象在那裡 但的確是爆上的機會會升到比較低 所以我會建議部署策略上面 如果260元都拿了那麼久 不穿200元就繼續拿著 那我覺得都有機會 撐到到255元左右這些位置 其實輸了一點就走就算了 好啊 這位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有一位朋友 就是想中長線部署買一些收息股 但他說現在的市場似乎都很樂觀 是不是不應該現在才來買這些股份呢 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現階段的市樂觀只是說一些短線看上的積積 我又覺得不會說真的有個很大的反彈性在那裡 你說如果真的看法是見底回升的 下年的經濟增長穩定的 那這些位置固然 無論是新經濟股 或者說一些螺銀股絕對可以去買 但是這一刻其實我覺得都是有些不明朗因素在那裡 所以你會留意當中有什麼利好消息 而說最大最大一個利好消息就是美國的加息步法 有機會減少 甚至說未來有機會加多兩三次息左右 就結束了 所以你說其實你買一些收息股 高息股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問題的 特別說一類型可以連房地產信託上面 相對地是會比較實惠 因為始終說當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息率 未來未來不會再有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其實很多的房拓股值其實這一刻是吸引的 但是我就不建議買領展 始終我覺得對於領展 未來預料擴大了內地的整體版圖上面 我看法是相對地比較負面的 所以如果房拓方面 我反而覺得沒那麼熱炒 譬如說好像778,智庫產業信託這些 說股息率有5.6厘左右 我覺得股值是吸引的 用來收息這類型的股份 會相對地比較樂觀 或者相對地比較好 我覺得你在這些位置投資這類型的股份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你看到圖表形態上面 都有一個轉穩的跡象在 我覺得有機會突破9元這些水平 可以看到大約是接近9個半座這些位置 我覺得短期來說 只要不穿回8.8.8這些水平 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直播率是吸引的 收息股當中 Arno選了一隻78,智庫產業信託 大家上中長線 有些穩定的收入來源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一隻 拿來收息的 答完一堆WhatsApp問題之後 不如又說一下創維數碼 因為看到它今天都跌了很多 亦都是出了一個中期業績 中期其實它是虧轉型的 賺兩億半 上年度就是蝕大約是一億九千萬 期內總形嚴格 按年升大約是百分之四 毛利升大約是一成八 但是似乎大家都不太收貨 看到股價剛才也說了 跌成百分之七下來 有些大行就看 就說接下來電視機的市場 增長仍然會很慢 都比較看得淡一點 這隻股份的前景 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說電視機的行業主 一個夕陽階段 這個大家都應該清楚 都說到很多次大家都知道 你看這些電視機 越賣越便宜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又不是完全沒有商機 譬如看唱和數 雖然說今年虧轉益 但是其實你看回去年全年業績上面 在全年業績上面 都已經是有一個營利能力在 即是說在去年財季年度的下半年 其實公司一早已經有一個營利能力在 但是其實你看回創為數碼 或者TCL過去一兩年來講 都嘗試將業務擴展到一些電視機 以外的業務上面 包括創為數碼 之前都試過甚至計劃 去做電動車等 其實都反映著 包括管理層在內 都不是真的十分之太好 電視機的行業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都不看好 其實股價都跌了很多 落到這些水平 本身大家覺得股值是吸引的 但是問題就是 只出現業績之後 你見到雖然虧轉益 但是其實你看回盈利水平 股本匯報率 或者整體現的順利率上面 其實都仍然是比較低迷 現在未來隨時都仍然有機會蝕錢 最重要就是大家見到 一些內地電器品牌 其實就在國際市場上面的優勢 越來越細 甚至內地有個趨勢 就是在說 很多電器品牌 開始覺得 人們突然在用海外品牌上面 特別是現階段 內地選擇去開放市場 其實未來的挑戰 真的越來越大 所以大家都會擔心 就是公司未來遲早會再好像之前那樣 做一些轉型等等的動作 我想這一刻 我會建議大家都是小心的 因為始終論股值 真的不算是便宜 我想短期後市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留意之前的低位 如果真的再穿買的話 其實我又覺得真的有機會再向下試低位 所以在說這些位置 看回一個8毫指的位置 過8這些水平如果穿了的話 我覺得是需要理性地指洩離場 在說這個低位穿了之後 下次不單止只試這個低位 甚至有個好心的挑戰出現都不奇怪 好啊 說完751之後 不如還有一些時間 說一些手機設備股 剛才你也說到市 都還有一旦 那些手機設備股都跌得很殘 如果今次反彈這些股份 是不是反彈的力度會比較大些 短線去做部署 選不選得下呢 短線來說這些股份 是的確會彈得比較多 但我都不會建議這樣做的 因為特別在看淡的板塊當中 一直都在說這兩樣板塊 我都覺得是數一數 談的一定是第一個想的手機設備板塊 但是你看回很多圖表上 例如你看一隻信譽光學 的確是有突破走勢在那裡 例如你看一隻信譽光學 今天成功突破了一條短期的下降軌 你純粹以技術走勢去看 甚至試到90元這些位置 不是說真的完全無可能 但是你真的要去搏 現在很多股份 是確實打破了 浪跡於浪的格局 短線彈多一點 真的不足夠 其實你看回之前每次信譽光學 由低位反彈計 都可以彈兩三成左右 所以這次計算 其實你由60元左右 你彈到五成左右 去到90元這些位置 不是說真的完全無可 但是你真的要去搏 我就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其實你看回整個行業 利淡消息越來越多 包括就算現在傳 連蘋果都有可能考慮去減價等等 所以你說一旦有支利淡消息 就算市場氣氛上好也好 所以說板塊也有機會跑輸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這些位置去追 我自己覺得直播率不吸引 其實我不建議這樣做 好 還有一點時間 回答多條剛剛收到WhatsApp的問題 黃小姐就是問者會控 她說彈一下也不經不覺 又彈到67.7這些位置 她自己是75元左右有貨 有沒有機會趁這一層 又彈到賣入價的水平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那你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對於回控來講 未來一個最關注的焦點 會看回英國脫鈎問題 對於回控的英國協務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第三季業績做得好 某程度上最主要都是受惠歐 歐洲業務做得好這個因素 所以你說其實雖然業績沒有問題 股價穩步上升 這個上升實頭有機會協助 四次到70元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但是你說這樣如果脫鈎的談判上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包括成不成功 協議之後 不協議之後怎樣去做 其實還有很多變數 你真的看事態發展 最壞最壞硬貼勾的情況 一旦見到 是應該要來勝自施 但是你看不到的 順住過勢 這一刻未去到70元前 我都會建議夠拿著 好啊 這位朋友可以再留意 看看大事繼續升超過200點 最新增加26568點 升239點 國企指數升85點上來 升幅大0.8% 還有10600點 大事成交540億 看看今天會不會多一點 這一節都跟阿奴談到這裡 先說阿奴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及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你阿奴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好啊